近期在云南省普尔市的诺扎度省级自然保护区 工作人员发现了一片野生美丽蒲葵群落 为此西南林业大学相关科研团队 普尔市森林消防支队 以及诺扎度省级自然保护区广护区等单位 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蒲葵林的科研与保护工作 美丽蒲葵是棕驴科 蒲葵属桥木是观赏性很强的树种 此次发现的美丽蒲葵群落 位于云南省普尔市郎仓县境内 地处郎仓江沿岸 据初步调查 这片美丽蒲葵群落分布范围大约在5000亩左右 数量在1.5万株左右 这个群落在全国那么大面积的集中分布的是唯一的 就其他地方说林昌西双巴纳它只是零星分布 省外就没有了 在中国它就是唯一的 除了中国之外呢 和我们相邻的东南亚国家 就是老乌缅甸也有一些零星的分布 但是真正正大面积的形成这个总群的 就是在诺扎杜这个地方 可以这么说 这个美丽蒲 诺扎杜自然保护区 是美丽蒲葵的现代分布中心 由于美丽蒲葵在中国仅有云南省南部有分布 国内对这一植物种类的认知尚浅 科研也处于空白状态 为此西南林业大学的相关科研团队 于近日在诺扎杜省级自然保护区 启动了对美丽蒲葵的样地调查等科研工作 我们通过布设样方 通过对样方里面的物种组成 那么来了解美丽蒲葵在这个情络里面 它的一个优势度百分比 来看看美丽蒲葵在这样的环境下 在这样的情络当中它这个种情今后是会向发展的方向走 还是稳定的方向走 还是会可能会往衰退的方向走 只有通过这样的调查做一个长期的监测 那么我们才能掌握美丽蒲葵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根据它发展的趋势 我们才能制定更为科学的保护的策略 美丽蒲葵每年都会产生一定数量的枯枝落叶 这些枯枝落叶要么挂在树上 要么落到地上 易燃度极高 一旦点燃 就可能从地表火演变为树灌火 对森林破坏难以估量 而随着近期气温不断升高 这一区域的森林防火形势也愈加严峻 为此 普尔市森林消防支队四毛中队 与诺扎度省级自然保护区广护局联合行动 在美丽蒲葵群落所在区域开展协装巡护 通过巡护发现 蒲葵林 林下枯枝落叶较多 可燃物载量较大 极易引发森林火灾 那么我们今天进行协装巡护 一个是塔塔 咱们蒲葵林的 林下可燃物载量 二一个也是 协装巡护以后 如果发现有火情 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实现打早打小打了 以保护浦葵林的生态安全